俄乌冲突硝烟弥漫之际 在千里之外寒冷的北极 西方与俄罗斯的另一场对抗正在升奔 俄消息报7月3日 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报道了莫斯科计划组建 朱冰种合成集团军 以应对北约的扩张 7月4日路透社就表示 芬兰等北约成员国 正在通过各种措施 让俄罗斯在冲突中陷入危险之中 而这也只是近年来 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缩影 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快 和俄乌冲突的持续 西方与俄罗斯在北极的力量 对比不断发生变化 而双方的博弈也因此被按下加速键 美国及北约不断加强 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引起俄罗斯的担忧 作为回应 俄罗斯推出了最新的北极政策 在此前的版本上进行了调整 以强调国家和领土安全 有媒体称 俄罗斯还在北极地区 新建和翻新的包括6个军事基地 19个机场 和16个深水港在内的数百个军事设施 据俄媒报道 近5年来 俄罗斯在北部边境地区 新修建防御设施 475处修复50处 并对北摩尔斯克海军基地 进行了现代化升级改建 还为北方舰队补充了 常规导弹和核导弹 此外 俄军还定期对位于新地岛 楚河其半岛和泰梅尔半岛的部队 进行战备检查 今年1月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重新组建 莫斯克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 并新组建一系列部队 其中列宁格勒军区的重组 被认为旨在加强 赦美德堡方向的防御 并应对北极方向的安全威胁 由俄军事专家指出 未来俄军还应在 阿尔汗格尔斯克 摩尔曼斯克等方向 部署新的部队 以俄军北极司令部形成配合 针对北约多次在北极地区 举行军事演习 俄罗斯在整军备战的同时 也相继举行了一系列演习 和训练活动作为回应 今年4月6日至7日 和紧急情况部牵头组织的代号为 安全北极2023的 实验研究性演习 对在北极地区开展救援 补给工作进行探索 4月中旬 俄海军北方舰队举行联合演习 约1800名官兵 自身架飞机和15艘舰艇参演 演习重点是 确保北极航道的安全 针对北约5月底举行的 北极挑战2023大规模空中演习 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 也在5月26日举行 海空内场的作战训练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城训练期间 俄海军航空兵共出动 20余架次战机 对模拟的海上和沿海陆地目标实施打击 此外 波罗的海舰队两艘导弹艇 也进行了使用口径巡航导弹 对船只和沿海目标的打击训练 俄乌冲突爆发后 北极理事会的7个西方成员国 停止了与俄罗斯在所有事项上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表示 俄罗斯认为北极理事会 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作用 有退出的打算 一旦俄罗斯退出北极理事会 那么后者就会变成 北约贯彻及北极战略的工具 所以俄罗斯要寻找其他伙伴 来合作开发北极 避免自己陷入孤立状态 俄罗斯外交部无认所大使 科尔丘诺夫近日表示 俄罗斯在积极发展与基层国家 和上河组织在北极领域的接触 并在制定各领域的一系列双边项目 张耀称 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合作 既能够代替北极理事会 又能平衡北约国家 在北极的资源和政治优势